最近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副总队长黄一博 佩戴五道杠仪式引发公众和媒体的热议 外国媒体指出黄一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一颗心 而大陆的网络上却是骂声一片 作为负责青少年工作的中央权威机构 全国少工委日前终于发声 要求各级少先队组织不得擅自加杠 据此前大陆媒体的报道 黄一博两岁就开始看新闻联播 七岁开始阅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 嵌任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副总队长 因为佩戴五道杠而被称为五道杠少年 在中国少先队作为中共的附属组织和后备梯队 一直受到中共官方的直接控制与特殊教育 少先队队员共青团团圆 中共党员几乎成了所有官员的人生必经三部曲 南方周末 在官养年华五道杠总队长是怎样练成的一文中披露 黄一博的父亲黄鸿章是湖北省一家省职单位政工处负责宣传工作的副处长 母亲则在军工系统工作 黄鸿章特意为儿子整理编辑出版了阳光男孩黄一博成长实录 书中搜集了历年来关于黄一博的媒体报道与领导合影以及获得的荣誉奖项等 书中有一组照片展示了黄一博当选五道杠后研究工作阅读文件的场景 这些照片被发表到黄一博的网络博客后迅速在网上走红 黄一博观气十足的姿态和口号式的文章 立即引来网民调侃和媒体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称他是带五道杠的中国政治神童 英国独立报则形容黄一博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一颗心 认为黄一博的照片和中共政治人物的宣传照片几乎没有分别 尤其是在一张照片中 他弯腰握住一名握病在床老太太的手 儼然是一副领导做牌 而随着五道杠事件的持续升温 作为负责青少年工作的全国少工委 终于在5月11号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少先队不得擅自加杠 按照现行规定 少先队的大中小队长分别是三道杠 两道杠和一道杠 并没有五道杠 那么五道杠事件是否会因为不得擅自加杠的行政通知 而就此了结呢 5月12号 英国BBC中文网刊发湖南网友高亚洲的文章 孩子到底需不需要那一杠 文章质疑 既然不准插入五道杠 又何需在孩子们的世界里插入一道杠 两道杠 三道杠呢 高亚洲指出 杠杠 显然是现实社会中权力等级的生动照搬 只要一道杠 两道杠 三道杠还在 禁止五道杠 无异于 一五十步 笑百步 少公伟的通知只是徒增笑料 有关有关样 该装就得装 真一日报天天度 朝貌华虎写文章 我是总罪章 我的头线相当当 总是总捧的总啊 章是手章的章 我是总罪章 多将能让江城皇 这是为什么呢 何地虔诚是无量 网友则评论说 变态的社会教育 教育出了一个标准的官场 在小学的模型 就算取消五道杠 也取消不了权力 在人们心中的阴影 也取消不了中共 奴化国民的现实 也有网友直言 没有信仰 也比信共产主义好 透视着异常火热的 武道杠事件 美国资深时事评论员 杰森博士认为 多年来 很多人人志士 在积极推进 去中共化的运动 虽然表面上不轰轰烈烈 但这个运动 已经在中国社会 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大纪元数据显示 自2004年底 九兵共产党发表以来 截至目前 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 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三推人数 已经高达9400多万人 中共的解体 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新唐人记者李谦 周平综合报道